所以十二底答案選第四個 不包括電腦 呈上題 以題圖中的資料來判斷 拉丁美洲哪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狀況會比較好 貿易狀況好就是要賺錢 出口多 進口傻 出口大於進口的 這個圖形裡面就是同學老師幫你圈起來 這個比 有沒有看到 它的出口比進口多很多 所以十三題 貿易狀況比較好的 賺外國人錢的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這個我們在我們公寓裡面 這叫做順差 我們會賺外國人的錢 好 第十四 中南美洲的巴拿馬運河為世界重要的航運工程 請問 好 它說世界唯一的人工運河 它不是唯一的 還有很多條 來 連接太北平洋跟大西洋 唯一連接兩大洋的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B 十四題 選B 好 近年來原來設在南美洲的工廠 紛紛轉移到墨西哥的北部 好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中美洲的墨西哥 可是北美貿易協定 美美貿易協定裡面有納入墨西哥 北美貿易協定它本身的定義是 加拿大 美國跟墨西哥 可是墨西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會把它歸納為拉丁美洲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在考這個墨西哥 為什麼可以 它為什麼會納入 納入北美貿易協定之後 為什麼很多資本家要到墨西哥去設廠 第一個 它勞工賠儀 土地便宜 答案是它東西進口到美國 不用關稅 所以這個最有關係的是答案選C 因為它有加入北美貿易自由區 北美的自由貿易區這個地方 所以它輸出美國 不用關稅 然後又不用像美國 如果蓋廠蓋在美國 土地貴 人力也貴 所以在墨西哥生產完之後送到美國去 這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好處 所以答案選C 16題 世界主要的工商國家都分布於西歐 工商國家就是我們講的以臺灣國家 北美東亞地區 請問就這條主要航線 巴拿馬運河的新建 好 造成影響最大的沿岸港口衰退 因為我們的北美 中美之後來到南美 如果沒有這個巴拿馬運河的話 我們航運一般來講要從大西洋到大西洋到太平洋 一定要這樣子繞過來 這是太平洋嘛 那我們你要知道 美國的東岸這些大都市 這要跟我們亞洲做生意的話 走這裡比較近 如果沒有這條命呢 它必須要繞到南美洲的好 南美洲 要遇到南美洲然後再繞過來 繞到南美洲再繞過來 這要命 這個本身航運費 所以最主要的會 這個巴拿馬運河開動會影響到南美洲 影響到南美洲的航海活動 所以最影響照到沿岸港口衰退的是南美洲 16題 答案是選V 答案是選V 因為走這邊比較近 所以它們就影響到南美洲的港口 17題 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的主要產業活動 與航海運輸活動為主 來 航海 表示剛剛講過了 一定要有運輸 那就是巴拿馬 因為巴拿馬運河會歸巴拿馬管 這次到期是美國在管 因為對美國的經濟影響很大 所以美國有駐兵在那邊替巴拿馬來看管 防守這一條巴拿馬運河 所以17題 答案是選C 那你美洲地區在中古世紀 曾發展出高度的古文明 好 古文明就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包含了什麼 馬雅文化 阿日提克 還有印加 這個同學一定要背好 而且要注意密語 密語只有一個印加 剩下的都是墨西哥 有一個記密語 然後就很清楚了 好 導致9 南美洲地區因為緯度距離長 其特色不同 請問來 從X到Y 從X到Y 南美洲 所呈現的自然景觀是什麼樣的特色 來 南美洲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南美洲的赤道是在上面 所以它越往底下 它等於是感覺就好像 我們非洲的南半部 從赤道往下開始 從赤道 然後南尾23.5度 然後往下 所以越往底下的話 會發現氣溫是越來越低 所以是9題 答案是選C 好 為什麼不能選A 他說它的地形是越來越低 沒有 它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好 他說植物是越來越密 沒有 在X的位置 赤道是熱帶雨淋 所以這個C根珠都不對 A根珠都不對 語量是在X的地方比較多 因為赤道穿過去 熱帶雨淋 語量比較多 所以AB珠全部被消掉了 所以答案是選C 為什麼越來越低 因為南尾 它是從赤道 從赤道開始 然後越往底下 滾度越來越高 所以溪溫越來越低 這是南美洲 答案是究極選C 陳藏笠 這一條連線當中 沒有出現哪一種氣候呢 好 小心 來 同學你要特別小心 從這個地方赤道 老師跟妳講過 這是安地斯山脈的東邊 安地斯山脈的東邊 同學你看到圖 剛剛課堂上老師有跟妳講義裡面提到的 安地斯山脈的東邊 東邊有什麼 熱帶雨淋 對不對 再來 滿園 有沒有 那你注意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熱帶 為什麼沒有熱帶沙漠 熱帶沙漠是安地斯山脈的西邊 在安地斯山脈的西邊 所以這一條線劃下來 是不會經過 它有經過 注意 它有經過熱帶雨淋 熱帶滿園 溫帶沙漠 老師講說緯度比較低的溫帶沙漠 那熱帶沙漠是在安地斯山脈的西邊 所以不會經過這一題考得滿滿的 不會經過熱帶沙漠 什麼叫熱帶沙漠 請問如果在乙的位置 乙的位置 來 我們先看甲 因為甲太陽直射南半球 所以南半球是夏天 南半球是夏天 因為他現在問的是阿根廷 阿根廷是南半球 南美洲 所以我們先找南半球 南半球甲是夏天 夏天過完過什麼 秋天 所以逆時分轉 所以繞到底的時候 阿根廷正在過秋天 正在過秋天 那 丙 就是我們北半球的夏天 但是是阿根廷的冬天 阿根廷的冬天 好 這種題目 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 地球公轉的題目 在地科也好 在地理也好 考得非常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十二題 二十二題 他說 南美北部的安地斯山脈 天然植物的分布跟特色 跟哪一個最為相近 安地斯山脈跟哪一個最為相近 老師跟同學講過了 安地斯山脈 南美 我們的刺刀一穿過去 同學來 再一次地看到安地斯山脈的經緯度 經緯度你看到之後 答案你就開始想 東非山地 阿爾卑斯山脈 喜馬拉雅山 洛基山脈 你注意看到 感覺一下洛基山脈是在北美 注意喔 北美的緯度都是在23.5度以北 再來 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 好 感覺好像很像 但是問題 來 不要急 喜馬拉雅山比較趨向於什麼 東西向 對不對 那再來 阿爾卑斯山是在南歐 南歐不要懷疑了 地中海形氣又太有特色了 所以他說天然植物的分布跟特色 天然植物的分布跟特色跟緯度很有關係 所以安地斯山脈是南北走向了 目前四個山脈裡面 南北走向 而且跟緯度又很靠近了 現在同學看到非洲跟南美洲的圖 你就一目鳥然了 所以地圖可以告訴你所有答案 所以這個答案我們要選東非的3D 東非的3D 答案22題 答案選A 像這種題目都是基本學歷車點 橫跨章節非常重要的一種考題 同學一定是完全由地圖去抓重點來回答的 好 23題 非洲地區的熱帶雨林氣候區 主要分布於大陸西岸 好 而南美洲的熱帶雨林 則分布為大陸的東岸 最主要是因為什麼 來 你看一下 又是地圖 來 非洲跟南美洲兩個真的是割良好 因為他們以前是連體因 後來被切割開來的 所以你看到非洲 非洲的山脈 跟南美洲的山脈 南美洲的山脈分布在西岸 有沒有 非洲的山脈主要 來 所以最主要 他說 問你 來 熱帶雨林區 南美洲在東岸 非洲在西岸 因爲什麼 它的另外一邊都是什麼 山 都是山 所以差別23 答案選C 有沒有 非洲的鋼果 鋼果河流域 它是在西邊 東邊是山脈 東邊是山脈 吉利馬雜肉山 然後南美洲 西邊是安地是山脈 亞馬遜河流域 巴西這些平原都是在比較平的 都是在我們的東岸 所以這個是因為地形 這個看地圖 找答案就很清楚了 可是考試的時候你腦袋一定要地 所以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24 題 安地是山脈地區人口聚落的分布特色 以高地為主 為什麼會喜歡在高地 老師跟妳講過了 安地是山脈 赤道同伙 特別是墨西哥 秘魯 他們都喜歡往山上躲 因為山上比較涼 所以答案是因為氣溫 24 題 答案是選A 答案是選A 因為氣溫 他們低尾度 所以他要往高山上去住會比較涼 25 題 南美洲許多國家的疆域面積遐長 最有名的就是治利 遐長 治利 阿根廷這兩個國家 他們剛好是鄰居 然後他們都是遐長的 這個一定要記好這兩個國家 南美洲很有名的兩個國家 好 所以來我們看到圖7 好 圖7 阿根廷旁邊這一塊 甲乙丙剛好就是治利 治利它剛好三個區域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上面是熱帶 我們已經熱帶語明了 接下來甲乙丙 甲大約23.5度 熱帶沙漠 熱帶沙漠再來你看尾度 看尾度找答案 以示範在三十四十之間 地中海 丙 四十以下叫做靠近海邊的溫帶海洋 一定要背 同學一定要拿筆寫下 甲 是熱帶沙漠 所以現在問的是什麼 問的是丙 請問丙是什麼 溫帶海洋 二十五題 答案是選第四個 安地是山脈西邊的氣候 自利分為貝 OK